三点 我们这宜兰不能同意你建这个六青 王老板一听着这个 沉吟办赏 没说话 拿出一组图片 大伙看 你们不是担心我这企业会给你们带来污染吗 你看这是我们在美国建厂的一些图片 和在美国建厂的一些数据 人家德克萨斯州人也不是吃素的 人家也知道这PVC厂它是有污染的 可是你看我们这标准 我们这建厂都合乎他们规格 我们在美国能做这么好 在台湾岛内我们当然可以做得更好了 所以从这点来讲 我还给你解决那么多就业机会 帮助你这地上大发展 还不会带来什么污染 你看我们这做得很好吗 你用什么理由反驳我 这时候陈定南就微微一笑 说你甭拿这个糊弄人 为啥 那数据在那摆着呢 世界各地只要是这类厂的 最多是把污染降低到最低程度 你说一点污染 没有那是不可能的 你当初你王老板不说了吗 如果得宜兰人 如果90%以上同意建厂 你才能来 那行 你要敢这么说 那咱们就这么办 咱们让所有的宜兰人来一次投票 你看你支持率多高 达不到90%你就甭来 这时候所有的电视观众都看了 你王大老板怎么解开这难题 王永青当时 要我说这个大富豪 脑筋各方面赚得快 他没有就这两个问题接着纠缠 为什么呢 如果真要是老百姓投票的话 想达到90%那是太难了 甭说这是反对你的多 就支持你的多 你到90%都难 所以这个时候王永青 从这个思绪里头脱身而冲 他说了一句什么呢 说我们今天咱们俩能坐在这 探讨建六清场的问题 咱们目的是什么呢 老祖宗说吗 求同存异 但最后目的 要能谈成是最好的 假如你坐到这 你就说 我就反对你这个 我就不同意你这个 为反对反对 那咱还有什么必要 坐在一块呢 你可以说 你这个地方假如建厂 有什么样要求 你希望我们做到什么样 如果做不到 你们就走人 能做到你就接纳我 你拿出个标准来 这才像谈的样子 这利益没有说 你对我就错 我对你就错 咱在一个棋盘面上 你往前进一尺 我往后推一尺 咱们得谈 你这态度 你看反对反对反对 不行不行就不行 这不对 所以就等于把这个话题 就抛给了陈定南 陈定南听了他说的 也是半赏无语 接着他又拿出来了 说你看这是我们宜兰 这些年的规划书 我们老百姓就反对 这个有污染的 你现在说有没污染 那将来怎么办 我能最后打宝票 你就这个那个 就一定能达到这标准吗 这个时候陈定南说完这话 不怎么之声 王永庆这边 几乎电视镜头都给他遗尔了 他开始发表长篇大论 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发展工业经济 跟环境之间的关系 怎么才能做到双方都双赢 如何得把污染降低到最低程度 同时他也对陈定南 如此坚决的反对 感到不理解 说你宜兰这地方要想发展 你做不做你有什么资源 整个台湾岛内 水果蔬菜就这点玩 你要真想成为亚洲经济腾飞的 这么几小龙 那个龙什么的 你非得走工业化道路 而我现在做的 就是帮助你这地方 走好这工业化道路 咱们共同的目的是发展经济 共同的目的是降低污染 降低污染不光是你们的目的 也是我的目的 结果他这一番入情入理的话 也确实在电视里面打动了不少人 但是陈定南说了 我代表背后宜兰这四十多万乡亲 他们不同意 我这就不能吐口 结果这次辩论的结果是双方 谁也没能说过谁 最后在宜兰人坚决反对之下 这王有庆在宜兰这地方 建六清这个目的就没有达成 后来他把这厂子换到了台湾的另一个地方 结果这些年发展的很好 这个地方也没有出现什么污染的问题 而这陈定南后来 因为在这次电视秀里边出了风头 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 他后来当上了那个时候的法务部长 而且他当法务部长说 也敢于和当时掌权的人较真 所以获得了不少人的支持率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这么多笔墨来说这场环保之间的大争论 其实也是 我们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 应该本着当地绿色GDP的目的 而不是就追求自个政绩 就说你发展的经济 是不是青山绿水都毁坏了 这样子孙后代是不会答应你的 这等于是节则而鱼 分离而裂 杀鸡取卵 所以作为一个地方官 一定要维护地方的长久利益 而不是就看眼前 那么作为企业来讲 像王永庆这样 列出了大量的证据 我尽到我的社会责任来 我把你这地方既发展经济 又保你青山绿水 这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而不能像有的企业说的 打一枪换个地方 我在这儿挣了一把钱随便拍屋 那恐怕就不是企业担当的社会责任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 王永庆他的台所集团 就已经开始从社会责任的角度 去理解我们企业 应该怎么样跟地方实现共赢 所以我说这场大变论 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王永庆在美国建厂 顺风顺水的 没遇到什么麻烦 本来想把这股劲头 好好回到台湾岛内 进一步扩展自己厂子 而且也为家乡人们造福 可没想到碰着这么大一麻烦 宜兰县 从县长到下部老百姓 坚决反对你在这地方建厂 这可称得上当面一闷棍 背后一板砖 王永庆当时就琢磨了 我这六清厂建还是不建 建在悬上不得不发 股东大会已经开了 投资已经弄出来了 设备从国外都买进来了 这个时候想停 停不下来了 怎么办呢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咱再换地方吧 就这么着 王永庆带着他这么大堆资料 包括在电视辩论里边 露出的那些数据 什么技术手段 真就说服了当时台湾岛上的另外一个地方 把厂子就挪到那去 结果在那建厂子 一连着 好多年 大家一直担心的会造成污染的状况 没有出现 而且当地老百姓日子 因为这个还比过去好过多 所以从那以后 这王永庆在台湾 可以说声誉更响了 大家更佩服他 他的声音越做越大 做到大到什么程度呢 这么跟您说吧 有一个统计 这个台塑集团的总产值 占台湾整个总产值 有那么一个专业的术语 用英文字母代替叫GNP 11.8% 有人说你说悬了吧 那么大一台湾岛 这台塑集团就占了它 十分之一往上的产值 各位有所不知 我说这可不是GDP 咱们大家听习惯了GDP 这叫GNP 什么意思呢 GDP是咱们 比方说咱们这GDP 中国人自个生产出的产值 再加上外资 在中国国内投资 最后产生的产值 这叫GDP GNP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自个生产的产值 再加上我们中国人投到国外 投资产生的产值 这个叫GNP 也说GDP都是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 GNP是我这块土地发生的也有 我投资海外的也有 所以你这么一看 王永庆在美国 在世界各地 这些投资发挥作用了 揉到一起 占整个台湾GNP的11.8% 这个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可信的数字 从侧面也反映了 王永庆这台所集团 对台湾整个经济的这种影响 王永庆这个妈妈 能干这么大 享誉这么些年 其实他自己 始终就在第一线飘的 他不像有的老板 我这妈妈做大了 交给这个干 交给那个干 我整天爬爬山 游游泳 钓的鱼 他不是 王永庆这些年 自始至终就在第一线待了 而且他直接参与的 不仅仅说生产设计这些事 他最直接的是参与管理 他说管理是什么 管理就是合理化 从全世界范围看 合理化的途径就那么几条 你在中国这样 在美国这样 在日本这样 在西欧同样如此 那么王永庆的管理 他的特色是什么 咱们这里边 得给大伙说一些 细致入微的细节 你比方说王永庆 他发明了一种管理方式 也是一种考核标准 叫利润中心制 什么叫利润中心制 给大家举个例子 有一次王永庆 到他下边一个企业 发现有几个工人 正给这企业的一片绿地上 铺那草皮 他一看这几个工人 蓝蓝散散的 不像努力干活量 就过去问 你们这一天能铺多少块草皮 这工人说 哎呀 我们这 就业余时间出来